也是在前几天呢 我给孩子从泰国的学校办了退学 也是因为这个学期是在上网课 而上网课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电脑在小朋友的手里嘛 然后他们就会看一些自己想看的游戏啊什么的 或者电影啊什么的 对然后课呢就完全没有在听 然后我就觉得既然什么都没有听 那这样的就是上这个学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小学文凭吗 对因为这种舍本着墨的事情 对我来说呢是unnecessary不必要的 所以呢我就也是考虑再三吧 就给他办了退学 那退学以后呢我需要面对的就是 从学校教育要转向unschooling 就是非学校教育 其实在一年以前呢 我在印度的地球村接触这个unschooling的时候 我还不大能接受 但是经过这个在泰国又一年的这个学校教育呢 然后我对学校教育的认识呢 有更加的深刻了一点 就是孔子说英才师教嘛 其实在学校教育里面 真的很难做到英才师教 所以呢要转向unschooling呢 我们呢也是要面对一些挑战 就是可能会需要请一些老师到家里来教他 那我可能也要就是安排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教育以及规划 对所以说呢就是不仅是对孩子的挑战 也是对我自己的挑战 但是呢unschooling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不如学校的教育 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就是挑战全部落在我的肩上 但这个也是很好 因为之前呢比如还在学校呢 我就感觉这个责任没有在自己的肩上 所以说就有一点说的不好听 就是有内心是一种不负这个教育责任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就是指望了别人 对所以说呢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 所以呢现在就是自己在调整状态 把这个责任再肩负起来 啊那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建议也欢迎留言